盛夏时节 内蒙古草原文旅迎来了旺季 自然风光与文化特色交织 观光游与体验类项目兼顾 成为了当下草原游的新特点 在内蒙古新安盟科尔钦右翼前期 乌兰茅都草原腹地 有一片集民宿 书屋 马场 咖啡厅 美术馆等等 设施于一体的新兴草原度假区 游客既能享受精致的生活服务 又可以感受纯正草原风情 就地取材的火山石建筑 错落于草原之上 推门便是一望无际的草场 落地窗前就能观赏成群的牛羊 躺在草原之中的泳池 可以遥望满天繁星 草原宿集打破了草原游传统思维 带给游客满满的新奇感与舒适感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超过70%的游客 在内蒙古选择自驾游这一出行方式 位于大西安岭临海深处的阿尔山 就抓住自驾和房车游客这一重要群体 打造了各具特色的精品露营地和房车营地 如今 夏日的阿尔山街头 随处可见全国各地的车牌 森林间 草原上的开放露营空间 变为阿尔山游客集中感受大自然的潮流聚集地 我们从河北保定自驾游来的方便 很好 我们70岁以上的都不出费 然后我们想自己吃的话就自己做 总的来说都很好 很满意 6月份以来 我们的自驾游的比重 已经达到了我们现在旅游主人数的将近80% 我们也把阿尔山城区更多的公共空间 主动的开放出来 供我们的房车的朋友们来体验